因不排除血跨案例 患者女儿的叙述 我带妈妈去广东一家医院检查 诊断是肝癌晚期 医生说无法医治 劝我们回家让他好吃好喝 但是我不甘心 因为去医院前能吃能动 还能上山砍柴和做家务活 当时妈妈是自己爬上检测台 做断层扫描的 但扫描结束后就下不了台了 到了中午什么也不想吃 到了晚上 发现妈妈的手和背部都是紫色的 当时没想到检查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参加完徐秋培训后 才知仪器检测的危害性 心想 我这哪里是在救妈妈呀 简直是在毒害她 因为当时医生说妈妈没救了 也不想开药 是我求着找另外一位医生开了一种很贵的药 吃完后又去补买了一些 没想到却越吃越严重 学原始点后才明白 妈妈去医院 在前后短短几天中 身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原来都是断层扫描和药物给害的 体验原始点过程 第一天 2013年1月13号下午2点 陪其女儿到了患者家中 患者当时肚子胀得很大 摸上去感觉很硬 已有20多天 没怎么吃饭 起不了床 头很晕 眼睛没力气睁开 已讲不了话 脸部脚雾浮肿严重 第二天 下午4点按推完 肚子已明显缩小 头晕的现象减除 7点已能扶着坐起来 扶肿现象也明显减退 当时患者喝了姜汤 并用红豆袋温敷 第14天 患者凌晨4点 突然和其小女儿嚎啕大哭 我们都在睡梦中惊醒 原来是从阴部排出一块 土鸡蛋大小的血块 这让全家人很振奋 对病患也带来了极大的信心 大约第20天 妈妈体力不济 但脸色红润 身体柔软 安详地往生了